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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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时间接近清晨两点 香港时间接近清晨两点 一节之后就有两节 一节就讲蔡惠斯的演讲 香港时间接近早上 接着就是习近平全民讲什么 和平演讲 明早上接近中午 香港时间 但是我不相信习近平有意尋求和平 这件事我真的不太相信 说真的 接着德国总理 很可能都会去美国 共商这个中国政策 可以之后再讲 我首先讲 这一宗 华兴资本又是一宗 无严 中国那些财金界的老势 就是突然间失踪 这件事可以看到 就是买什么香港股票 你很小失踪 这些股价保写 那些股票 华兴资本 这个不是一般人 包凡 包凡呢 他之前已经是帮过 很多 大的IT公司 中国做M&A的工作 最出名的是滴滴出行 和美团 所以你猜到什么事 其实你听到这两家公司 你都知道什么事 他这件事表面上 没有说和滴滴出行有关 他的表面就说 因为华兴资本的船坡租任业务 有些东西 又违反了那些国家规矩 他就被带走 被带走就进行调查 你都知道中国没有 法治也没有所谓的司法制度 中国只有韭菜制度 所以 为什么包凡被人捱了 我都不知道 这个是很普通的 如果你曾经经历过 和中国的商业狗分 你就明白 中国这帮混蛋 共产党要用权力 抓人是不会通知你的 是带你走就算 你连着保释 通知公司的同事 你交代一下 没有 完全没有 这些 这个国家 还是清朝的司法制度 所以 这一件事 你可以看到 一件事 我觉得 为什么香港人 不应该继续炒中国股票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 你习近平 会继续用权力的 喂 我所有 和中国 那些大公司IPO有关的人 或者可能涉及资本操作的人 甚至 你觉得 不会得罪中国政府的人 他都可以 无垃圾拉钩 他没问题的 他 差了什么时候 香港又是 无垃圾用国安法 名义 拉钩金融界 那些大妈傻 喂 那些人 有没有那么疯? 哪里不会那么疯? 你只要有这种 用权力的可能性 中国人的想象 没有极限的 你整天都不要跟我说 我都没有说政治 我无关政治 我说话 假扮一下偏蓝 就行了 那就没事了 你好吗? 不是这件事来的 习近平呢 基本上 就算你说话 多所谓 多亲权贵 都好 他觉得 那件事 他想动 你搞着他 他一定 玩到你借 无端端带走你那些 让你享受社会主义脱权有什么出奇 所以我经常都说 你对着习近平那些 我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吸走走人 为什么吸走走人? 因为这个人不会说 因为你 拆他鞋 信他意 就会特别优待你的 不会的 他 除非你在他很穷 很黑的时候 你已经跟他出生入世 可能好少少 但是你也知道 这个人 朱元璋的性格上身的时候 就大杀功臣 就出名了 你说 现在你习近平的功臣 会不会 不害怕 他们会不会不害怕 不害怕 是假的 怎会不害怕 但是他无端端 大杀功臣 这些事情 习近平都不会第一天做 这些 说真的 你想清楚 这些事情 他肯定做得出来 我不是和他开玩笑 所以 我觉得 这些事情 我觉得 就 你自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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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又是另一样东西 你可以看另一样东西 如果你还在买什么滴滴出行 美团 那些股票 那些股票 你小心一点 很简单 习近平 根本 仍然没有放过 那些IT公司 习近平没有放过 那些IT公司 根本完全没有放过 因为习近平觉得 那些IT公司 他要控制 习近平不知道 不是不知道IT公司的重要性 但是他觉得 这些IT公司 一定要掌握在党手上 简单说 要掌握在他手上 你掌握在民间手上 我就和你民间分享权力 为什么中国的IT 现在一决不争 很简单 如果有人跟我说 什么中国航天科技 就是冯英雄那样东西 是什么 中国Eon Musk 那个死人 都不相信 除非你去军方的人 因为 这些涉及 总之 共产党很简单 涉及他重大权力的一些 关键位 关节位 你和你掌控 你去民间掌控的话 习近平就不会妥妥 习近平就要你死 说完 因为习近平是无派 他一定是要将所有这些东西 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上 你不在党的手上 他不会觉得安全 这个就是习近平 所以你说 敌敌出行 有关那件事 有关相关的证券公司 财团 那些管理层 有得浸没得睡 随时不知 臣时不好 用不知什么罪名 在带走你 由你叫哪个鸡 到你拋垃圾 过马不扶婆 你怎么想到的 都可以拉勾 第二 就是 你基本上 你买这些工资股 这些很危险 因为你无论 会被人带走 无论 无论被人带走 无论被人带走 无论清算 有什么奇怪的 总之那些 甚至就是 你不是涉及美团 敌敌出行 那些 只要那件事 中国政府觉得重要 他都会拉勾 你说那些什么 中国航天科技 中国Eon Musk 第一 我觉得他根本没有晶片 美国不会给晶片 这是第一 所以这个肯定 信者得交 这是第一 第二 就算 他们还有些 中国 就是中国还有些 美国晶片 给他们做一些 航天 第一 我不知道之后 如何维修 如何做新的卫生 第二 当这些东西 涉及一些关键 Eon Musk 那么重要 他可以令到 善救乌克兰军方的时候 喂 你估计他会被民间掌控 他会被这些香港人掌控 他会被他一家 在香港做总部公司掌控 神经病 这些一定是军企来的 一些可能 你就想买他的股票 就算现在是民营 我告诉你 发到差不多大的时候 我和你整个村人 都还有症 当然 我觉得现在的八百手套 但是由这件事 你可以看到 就是习近平那种喜悟无常 那种 只要那件事是涉及他的关键 他就会出手援描 那种性格很清楚 所以我不明白 为什么那些人 不明白那些人 还敢在这些政治环境下 炒股票 我真的不明白 喂 明天是衰过一锅 已经 不差到衰了几锅 我真的有个故事 不差到衰了几锅 他基本上就是 习近平已经有个谈 就是 总之在政治上 那些事情不敢听 他就搞糟了那些公司 搞到他家破任何 这个就是习近平 你这些经济环境下 我就真的不明白 有什么生意好处 还有什么可以投资 他怎么投资的 他怎么投资的 但是他会无论 说话得罪人 都可以无论被人 拉勾了 不差了我 你去断绝 我想 暂时习近平 没去到这个位置 野蛮到这个位置 遲些就很难说 遲些我不知道 但是现在暂时不会 但是 遲些很难说 所以 你现在 你好像这些 华兴资本包含失踪 这些什么 你多几势都很正常 总之 你圈低他 总之和滴滴出行 阿里巴巴 腾讯 美团 那些有关 那些 全部他都要你死 你甚至 那些包销商 如果是中国的 那些证券行 那些 有些 有些 习近平 如果知道 他抓了证券行的高层 要他指定时间交代 地点交代问题 指定地点交代 有什么奇怪 习近平最流行的 习近平根本他就不是想搞经济 习近平是要割韭菜 不是搞经济 明知这些东西会吓得外资鸡飞 他都没所谓 好像这个包凡 为什么 他有办法 当然他肯定是熟悉一些IT公司 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包凡这个人 本身以前是做西方的IBank 他出生了 西方都会相信他 他有外资关系 他有带外资回来的 但是 现在 连他都抓了 他的外资还 走不走吗 外资 沽 沽香港股票 沽港资 沽得更厉害 对吧 你想想 他无法被人 这样抓都可以 还有什么人 可以不用被人抓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有一个事情 但是有一个事情 我觉得 很多人都以为 有什么国安法那些 不关金融界的事 错得行 23条那些 迟早会去到金融界的位置 为什么我会说 迟早会去到金融界的位置 很简单 因为 你之前 当然大家都觉得 23条 国安法那些 是针对民主派 但是你现在知道民主派 已经对付得七七八八 浸反 都反了 接着 是下一步什么时候 热狗都煮下去了 煮热狗就是一样东西 煮热狗的原因 很简单 你做完走狗 我都拿下去煮 中国人是这样的 过调秋板 最厉害的 中国人 但是你说 我现在都处理了 政敌都处理得七七八八 他们认为 下一步就是 他要割你狗菜 收你的钱 如果他要割你狗菜 收你的钱 他怎么会不对付金融界人 第一批会对付那些 随时就是 曾经帮那些 公司上市的人 当然很多应该是外资那些 或者已经离开了外资 他自己自立户户的那些 凭关系进来的那些 中国来的那些 第一批是这些 一定是 如果说 毛加拉几个中国来的人 住在西九龙的豪宅区 毛加拉几个国安警察 喝了出来 那些国安警察 主要是什么罪名 那些 他离开国家安全 不是 他那些 他那些 他炒一下股票而已 炒一下股票 没有分给习近平而已 但问题就是 你离开我安全 所以我吵架你 这些任意拘捕事件 会越来越多 甚至就是 你可能 我无辜的 大哥 喂 那个IPO project 我自己打工的 鬼想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可能是这样的 可能 接下来 六点 整班国安警察 在他门口 整班类似流证 黑警察在他门口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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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都没醒 刚刚醒了 我说 已经拉高他回警局 工都不需要 接下来 接下来 无限期扣牙 好像现在47人按 那些民主派 有什么奇怪 习近平搞完民主派 搞金融界 这个是仇视金融 我发现他现在 习近平很有趣 很喜欢拉高IT公司 和拉高金融人 他可能觉得地产 金融那些 因为他是毛泽东的 他觉得是腐败资本主义的象律 所以他要队 所以 我们香港 帮那些地产商做事 帮金融界做事 或者是做什么 尤其做那些 鱼运工作那些 很容易摇摇 这些都不关政治 你以为不关政治 习近平 什么想都是政治 割韭菜是最大的政治 他现在要割韭菜那些 他现在要割韭菜那些 谁要割韭菜那些 谁要割韭菜那些 谁都要死 他在瘋子 他在瘋子 他 包含这个 蕭建华 明日系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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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洗头铁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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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四个酒店挨勾他 大佬 不要硬 所以我觉得香港人真的很天真 香港人很天真 以为不关政治 共产党没有不关政治 你说江泽民年代 江泽民是蚊生花搭财 蚊生花搭财 因为他都要发财 大家有财法 就没所谓 那个年代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年代 没所谓的 所以你说 我讨厌政治 我讨厌政治 我讨厌政治没所谓的 我讨厌政治 是一种保障自己安法 这个是OK的 那个年代是OK的 问题不是现在嘛 现在 大佬 那个年代 江泽民明知资源会 那些独眼独鼻 都会有他在那里 很简单的 甚至觉得 你资源会在那里 搞局四万会更好 你证明着 你仍然想做中国人 对不对 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但是不是现在 现在习近平就是 我说你我不爱国 你阻止我国九错话 为什么个个都要死 个个都是半国 这个就是习近平 你阻止他的法梦 就是半国 就是颠覆国家政权 所以这些人说 47岸其实是很荒谬的 喂 我照他基本法的游戏 来玩而已 那也叫做颠覆国家政权 在黏着呢 我按照基本法 还要整帮泛民 其实是 怎么办 我真的觉得 刘正这个真的 不断搞搞我们 我心想 他老婆是谁 哪个人知道 刘正的老婆 是住哪个环头的警司 告诉我 陷家领做黑警老公 你是最糟糕的 做黑警老公 是十八层地獄等着他 撂他好吗 那问题就是 喂 大哥 你为什么习近平这么疯了 习近平 很简单 这个人是瘋的 这个人 这个人是反社会的 这个人 有反社会倾向的 这么简单 所以 你没有说 这些案件 才会多 你不会说 因为你 你讨厌政治 而一生你不会 你说 那些人 我合法的 我赚钱而已 那又怎样 我 我 我咬字不爽 我不爽 我都很抱歉 不爽 这些案件 说完了 所以你说 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会走资 为什么 我会叫香港人走资 那个理由是什么 施签片 为什么我要叫你走资 那个理由很简单 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一天仍然在 你就必须走资 你必须走资走也很简单 因为他的决定 每一个决定都是错的 他可以 我叫他白卡平有原因 因为他那个 如果我根据 江泽民年代的政治和辑 他做事除了是 缩糕了之外 是没有其他解释 因为江泽民年代的和辑 就是 我怎么会搞什么国安法 那些影响和西方关系呢 你2019年那些缩糕了 就算了 你看几乎23条就知道 23条那铺 董建华 7月 立法会审议的时候 差一点 包围立法会 那时候 北京找田少 做长大龙凤 先摆了身 先缩糕了 跟美国很好的交代 接着 23条不用審 接着 23条不用審 接着 找几个人做韭菜 为什么 烈柔淑宇 梁丹丛那些 为什么出来祭旗 奇祭 就算了 这个世界 奇祭 过了风头才说 接着 钱照找 之后我再找办法 慢慢吸收你 玩硬的 不能玩软的 江泽民可以这样的 玩硬的不能玩软的 我只会玩软 我不会跟你硬碰的 习近平先黏 习近平不玩这些 习近平 习近平就是 你阻止我 我就吵架你 所以 你这些人 他那些决定 你西方和他抵抗 你西方不和他对抗 他就得寸进程 你西方和他对抗 他就硬来 他根本是 由头到尾都是short 你明知 你对着那些short的人 就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打死他 你没有有方法 你真的对着这些疯狂 有什么方法 绑起他的手 然后送他入青山 你做什么解决方 你做什么解决方 你没有其他解决方 我不好意思 因为他是青山出来的 所以你如果 但是问题就是 你没有办法 绑住那些疯狂 那些疯狂 那些疯狂 你就好心 你觉得你住青山 很疯狂 在疯狂 你明知他是short的 君子不合的 你就先走了人 走了钱 让他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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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条街瘋狂 到时再回来都不迟 你保住命 保住钱 就算香港没有废墟 你有钱 有手脚 那些事 你要重建 我方你找不到钱 你现在还在香港 钱不一定找到 他打瘋了 打残了你的手脚 弄到他一元都没有 我试试 你想东西代汽都很难 这些道理很简单 你要知道 那个问题是 习近平是瘋狂的 这个是个基本问题 如果习近平不是瘋狂的 就不是问题 就是习近平是瘋狂的 他就是问题 这件事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 由华卿资本 这件事就很简单 就是 习近平是short的 习近平是short的 这些金融界清算没有停过 不好意思 我告诉你 去到 去到 去到正式登基 他会继续的 会 基本上金融市场 根本就没有一口好吃 因为就是出现一些合法 国人狗菜那些 就是怎么说 连外交部都出来 帮他做新闻 接着怎么办 搭过铃鸡瓶 就在那边 你小心点 会的 有什么奇怪的 现在 现在他们说 要割你狗菜 什么手段都有 无所不容其力 总之就是 割了狗菜 然后 我这些钱 用来 籌募冰 军费 什么都好 你要知道这件事 所以我看到 我叫大家走 因为 走了 可能没那么奢华 我告诉你 现在也没有什么奢华生活 只剩下 何况你现在 习近平这样搞 我告诉你 你财不开老眼 你财越老眼 我一开始跟你说 你死得越紧快 因为习近平瘋了 你去找罪名搞糕 有什么 而且你去到西方国家 计算是要时间的 你买机票是要时间的 你计算是要时间的 你计算是要时间的 你这些时间就越来越少 你听热狗说话 就很糟糕 热狗那些人就很简单 就是社交流 对不对 那些人就看不到明天的 总之就是现在 现在他觉得好人过人 他明天怎么办 他明天被人搞糕了 他怎么办 他抵死了 但是他都不在乎 因为这些人是反社会的 很多 热狗是一帮收水做事的僱傭兵 这些人是不是都隐蔽的 这些人 那些人听些 这些人是很妙神的 所以因为 所以那时候 为什么 他们尽早在互联网清理了 让大家 节省时间 耳根清静是这样的 大致上是这样的 因为这些人是黑社会 这些人 没有黑社会 就是我们觉得 就是 现在 就是 开始要清理这个世界 当然 AI 人工 智能年代 会不会这些人 生存到 我就觉得这些人生存不到 因为如果做5毛 找个 找个 CHAT GPT 做5毛 就行了 有些会发展出 CHAT GPT 5毛 但是 就介绍了 整堆5毛党 变人亢 变成了其他东西 然后 送去做器官 This is China Crazy China 好了 第二节到这里 第三节 香港时间节 就是中午的时间 下来 加拿到哈 加拿到哈 感谢观看